如果一个人三十岁才开始修行 他的修行能除去三十岁之前的罪吗 这一个大问题 下面第一个圣经中书 耶稣能涂抹人的罪 只要你以后不再犯罪 你就可以得救是真的吗 是真的 什么原因是真的呢 这当中有一句话你要注意到 你以后不再犯罪 这在佛法里面讲呢 佛法讲因 讲语言 讲苦 虽然有因呢 你从今天起不再犯罪了 这个语言 犯罪的语言就断掉了 那么这个罪恶的果报就不会进去 这个基督教跟佛法讲的是相同的 第二说 天上天下了 没有别的名可以救 唯有耶稣 相信基督教一定要这样做法 不这样做法 他就不能得救 为什么呢 信心是得救的基本条件 那你念佛 你对佛要有决定的信心 你念耶稣 你对耶稣要有坚定的信心 信心能成就一切 这道理都是相通的 第三个问题 他说请问大使 人只要有好行为 就能够进入永远的恶果吗 在基督教是这样讲法 在佛教里面讲呢 就能够进入恶果 但是不能说永远 这个是佛教跟基督教不相同的地方 要永远呢 那你必须要明心见信 那就永远了 如果没有明心见信 你断一切我 修一切善 生天道啊 天道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天堂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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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